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用糯米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刚从超市买了3块4毛钱的蜜枣 给它切一下 一个蜜枣非诚四等份 像这样就可以 切好的蜜枣收在一个大盆中 这是我提前一个晚上泡发好的红豆和糯米 提前一个晚上泡发好这样做出来不加生 特别的好吃 把糯米和红豆都倒在蜜枣里面 用手抓拌均匀 这是我从网上买的一些竹筒 经过泡发以后 再像这样把它捆绑起来 对齐 勒紧实一些 再把糯米红豆和蜜枣放入竹筒里面 一定要压紧实一些 距离快要装满的时候可以在里面放点白砂糖 不喜欢吃甜的也可以不放或者是少放一些 装满之后再用筛子给它塞住 封好口 像这样就可以 下面锅中多放一些水 把做好的竹筒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水开以后计时 煮一个小时 煮好之后取出来 稍微放凉一下 现在我们打开竹筒来看一下 在里面插上一根竹签 这样吃的时候比较方便 再把捆绑的绳子解开 用一根竹条这样戳一下 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竹筒粽子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特别的简单 省时省力 又味道特别的清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尝试一下 喜欢小样的视频帮忙点击下方关注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